Vippy 豬仔 大家好 原先出了一年多集 康城最新屋苑的施工情況 其實Vippy 沒特別說到 Sea to Sky 因為同一時間 Sea to Sky 開始在賣現樓 所以Vippy 沒特別想去出 但是昨晚有朋友留言 問你可不可以出Sea to Sky 何時會有 所以今天就先補足這集 時事留心即學問 歡迎來到Vippy 豬仔 頻道 還未訂閱及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先說一下Sea to Sky 基本資料 這裡是康城Sea to Sky 平面圖 指示的位置是施工地盤的範圍 有三個Towers 由上面數下來就是Tower 3 Tower 1 相對於矮一點 Tower 2 和Tower 3 比較高 看完平面圖 我們看看最近的相片 Sea to Sky 左手邊這三個Towers 左手邊這三個是最高的 中間是第二高 而最後那座 其實就是Tower 1 比較矮一點 Tower 1 旁邊 其實前天也有出過一集 說LP 10 其實是LP 10 所以你可以看到Sea to Sky 旁邊LP 10 拆了沙子之後 和Sea to Sky 相對的樣子 大約是甚麼情況 其實對上一次Sea to Sky 的施工情況 就是4月份 看到其實它無論外場 內容外場都弄得差不多了 我們看看Sea to Sky 6 月份 最新的情況 這個就是6月6日 星期日之後 最新的情況 你看到太陽 就由東邊曬過來 整個來源方向 都有一個充足的陽光可以曬到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它的內容單位位置 這個方向 都是向著東北邊 就會避開日出康城第12期 如果我們 zoom 過去看看 你會看到底座 其實還有少少沙 鋪在這裡 最主要是一些特色單位 而另一方向 望回樂園 除了防火層 看到有些棚 其他的層數已經整好了 我們再換個角度看看 這天就是6月頭 那天是6月的 如果大家記得 所以 比較陰天 所以 比較陰天 其實Seal Sky 就靠這條 右蓋通道 就駁過來商場 這邊進入商場的 Level 4 之前一路 其實就有個攔攔住 剛剛也提過 最近現樓發售 所以 有些經紀哥哥可以 帶你去 沿著這個 右蓋通道 進去Seal Sky 看現樓 所以這條通道 最近開放了 Wippy 就走進去 你見到最盡頭 攔住了 就是Seal Sky 的職員 攔住了 要有職員證 進去 才可以看到現樓 如果在路旁 旁邊看出來 你見到 這個 內圓位置 其實都是屬於Seal Sky 範圍內 遠望 還是一個 有蓋的 行動通道 這邊 已經鋪了 樹 和植物 現在 另外這裡 有個天窗 應該是 底層 就是商場的部分 究竟它整個 內圓的設計如何 我們拿回Seal Sky 的瘦樓模型去看看 你看到 中間有條 有蓋的行動通道 就畫了兩邊 看完模型之後 我們看看實際情況 中間那條 有個行動通道 已經站好了 但其實 上面那部分 應該是 比較多植物 就未鋪設的 反而 有個行動通道 下方的位置 就鋪了植物 還有 特別留意 有個就是 兒童遊樂場 這個兒童遊樂場 看來已經整好了 其實有些 未來的 康城街坊 都有 PM Rippy 就說 這裏有很大機會 是 歐文 做 就是康城其他樂園 的小朋友 都可以來這個兒童遊樂場 但是 理論上 不同屋園的遊樂設施 應該只有屋園的住客 才可以用 所以這裏 其實Rippy 都不太清楚 但是有住客 就覺得是 大家可以留言 如果知道的話 好 這個其實是另一個角度 由Marini 的樂園 就往回Cisio Sky 樂園的情況 就是這樣 好 我們大約看完之後 就沿回一條7盛24通道 就走回商場 這條路 將來Cisio Sky 的街坊 應該都是最主要 由這裏去回商場 左邊其實就會 第13期 施工的範圍 暫時還未開工 剛剛今早出了這條片 第13期的情況 大家可以看看 繼續走出來 其實就是商場的4樓平台 再向前走 就會去到4樓的平台入口 由這個4樓平台入口 就可以進去地鐵站 如果由這個4樓平台入口 進來商場 右邊就是拍C琴行 左邊其實是一間SALON 這裏其實有兩堂的電梯 可以上去將來的5樓平台 暫時還未開放 而這一層其實就有麥當勞 你看到 然後向左邊看 然後向左邊看 就有Lang Co 還有一間太興 這條電梯下去 其實就會下回商場的3樓平台 然後再向前走一點 就可以進去地鐵站 地鐵站XB 好了 今集就很短時間出一集 希望讓大家 Cellio Sky的街坊 看看最新的市場情況 我們下集見 多謝各位收看 在Wippy 豬仔頻道 這個網頁 Youtube 裏面 在這裏有一個 Paylist 其中一個Paylist 就會將之前 Cellio Sky最近期的市場情況 全部存在 如果你有興趣 想看上幾個月 究竟有甚麼變化 可以在這裏看 另外還有一些 關於Cellio Sky的 特別討論的題目 例如 有提及為 為何TOW 2 看到鼻雷針 如果有想看 為甚麼 就可以找回影片 除了 Cellio Sky 在這幾個月的變化 其實圍繞著可安城 也有很多不同的設施 例如 礦安大橋 或者 工業處 那邊 有些政府大樓 也有興建 Wippy 也有不同的影片 去介紹 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Wippy 頻道 看看吧 如果不是 你想有一個 時間 sequence 去 提供一些資訊 的話 你可以去到 我們 Facebook 有個群組 在這個群組 因為Facebook 有個特性 用日子來分享 不同的資訊 Wippy 將所有康城有關的影片 都加進去 你也可以在這裏 慢慢有一個 時間系列 去看資料 好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集見 吧 謝謝 小姐 還有 我們下集見 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 好嗎